我們自己和時射一套機器 不好意思 Scar 你可以給我一個信號嗎 他真的還沒可以看他的樣子 好像搞不定 搞不定 可以嗎 可以嗎 OK 各位 上個星期 不是 剛剛星期二 羅智江局長在人力事務委員會 就交代了政府檢討外判政策的詳細內容 其實工聯會爭取檢討外判政策 是多年來多屆以來持續爭取的 除了我在本屆立法會 都通過了一個動議辯論之外 稍後政府就有檢討 現在檢討出來的結果 其實很多措施都是回應了我們的訴求 特別是合約籌金這方面 堵塞了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走數 這個現象 過去在地區上 就處理了很多這些糾紛 在合約的招標制度裡 亦都加強了申請待遇這方面的評分 8號封求有公辦 亦都令到初入職一個月的同事 享有有薪的勞工價等等 這些都是回應了我們的訴求 當然改善外判的政策 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階段的成果 還有很多去爭取 在這個階段的成果裡 我們覺得政府對於這一批是舊合約 特別在過渡期裡 去年林鄭特首在10月施政報告 宣布新措施的方向之後 由今年4月這一批 這一段時間 大概這半年時間 批出的合約 那怎樣處理呢 這一班外判的員工 如果只是行舊制的話 這班員工可能要等很長的時間 才享有到新制的福利 特別是約滿酬金 這件事 除了是遣散費 減少過9分之外 其實約滿酬金這個比較好 是不需要和強積金對沖的 這其實對於一些基層的公有來說 是大很多的保障 不論它當作是退休保障也好 或者它當作是一個公司 離開合約也好 是一個很大的保障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要求政府 對於特別是在林鄭特首 10月宣布了這個政策之後 去到今年4月 是批出的合約 這批過渡期內的同事 能不能夠政府盡快有個撥備 去做一些預備的撥款 特別是接下來的財政預算案 政府是需要有撥備做一些保留的措施 特別是我剛才所說的合約酬金 和這個惡劣天氣和爆風球之下的公伴 還有就是上班後一個月 就可以享有法定假期的方面 我剛剛過夜的星期二 在人力事務委會也通過了我們一個議案 要求政府撥備 我們不停地追勞覆局 還有麥美娟 在上個星期四的特首答問會 也是很高調地追特首要處理這問題 因為這不單止是勞工權益的問題 不單止是公平的問題 不希望是同工不同酬 更加是涉及公共服務 因為如果這些舊合約 出現嚴重的薪酬福利落差的話 可能會導致那些工友 他都會選擇 走到新合約那裏 舊合約越來越難請人 這方面政府必須要正視 剛剛上星期我們問特首 如何處理這批新合約的員工 在新校之前那批舊合約員工的待遇 當時特首答我說 他未掌握到資料究竟有多少 我想現在已過了一個星期 我相信特首要掌握的資料都應該掌握到 我們很希望特首能夠盡快講一下 有什麼措施可以幫助我們這一批外判工友 因為其實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 外判制度有很多出現的漏洞 包括當轉弱的時候 我們的工友有些是得不到遣散費 我們工會經常協助工友去追遣散費 有遣散費之後又會被人對沖 甚至有些假期的問題等等 所以其實既然今次特首為肯 接納我們的意見去改善整個外判制度 引入入入滿籌金 譬如假期封間的時候要開工有公辦 又或者令到工友可以享有勞工價 這些措施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引用到一些 在他施政報告宣佈之後那些新的合約 希望那些工友都可以得到 就不要令到在過渡期裏面這幾個月 簽約的工友他們得不到那個待遇 我們再次促請 特首在上星期就說他未掌握到充分的資料 已經一個星期過去了 而我們又見了和局長在事務委員會也討論了 我們真的希望政府能夠盡快給一個回覆 還有在未來的財政預算案裏面 要有這樣的一個項目去撥款 去幫到這一批的外判員工 讓他們可以令到他們的待遇得到改善 補充一點 這班的過渡期的舊合約的員工這個訴求 是一個合理期望來的 因為他們真的看到林鄭特首 在10月的時候說的施政報告內容 他們真的很寬天起地 想著他們的合約 終於可以有很大的改善了 如果這樣也做不到的話 其實政府是有失於這一班基層工友的期望的 除此之外 我們其實都在民政府拿的數據裏面 只是計食環署、房署和康民署 即是這三大的外判政府部門 在大概去年的10月到今年的4月 最少有85份的合約 涉及幾千至一萬人的工友 會跌入了這個過渡期裏面 所以政府真的要盡早寫在財政預算案裏面 因為時間都緊迫的 所以我們不停地追政府 一個就是財政預算案 它要寫下去 它要有撥備 另外這個新合約的制度 的指引 亦都會在4月1日落實 我們希望政府最遲最遲 要在這個月底 要回覆我們 亦都給一個正面的答覆我們 讓我們的工友可以開開心心地過年 對 the possible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on to maybe help these sort of work to fund structure in the new system and what would happen if they don't get this? I think the government is very simple. The government can help to provide such allowance to those contracts, workers, those contracts signed between this transition period. but the amount is not as high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et aside some money in the upcoming budget to provide such allowance to the workers and if those workers cannot get this new allowance we are very afraid they will be affected and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will also be affected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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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